五都市长候选人的辩论会一波三折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今天临时举行记者会 宣布他会尽快跟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见面沟通 希望针对先前触交的电视辩论重启协商 金普聪表示国民党仍然希望由公事来主办 而且要有平面媒体参与提问 不过吴乃仁坚持让辩论的形式单纯化 只要由参选人交互结问就可以 目前双方的说法还看不出有任何的共识 五都选举电视辩论两大协商日前破局 但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临时举行记者会 希望能与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面对面沟通 打破僵局重启协商 记者会后立即请秘书打电话联系 时间的话可以由吴乃仁秘书长这边 或是民进党中央来做决定 我可以亲自去拜访 哪有先把消息先换给媒体 然后再打电话到我这边来的 做人做事不是这个样子 还没有礼貌 和国民党还没有约定会面时间 但吴乃仁再次重申 五都辩论回到最初 由公事主办不要有平面媒体参与提问 对于其他人参与的公正性我们有疑虑 由公事来主办 双方候选交互提问 这是最单纯最公正的一个办法 民进党如果坚持不肯这个媒体参与 我们希望他能够公开给予一个说明跟理由 如果他的理由正当性足够 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话 我们也不坚持 一定要媒体提论 辽党核实桥定会面时间和地点 协商五都辩论事宜 目前距离选举只剩下三十几天 时间迫在眉睫 能否成功协商 各界都拭目以待 记者林姓郭俊林 云美琪台北报道